女人想自行堕胎拿掉肚里的孩子 她准备一条橡胶管 接着端上一盆热水 静止走入浴室 关上浴室门的那一刹那 她的心意已决 身为两个孩子的妈妈 她并不打算再要接下来的这个孩子 但她没有告诉任何人 包括本应该最亲密的丈夫 她站在窗前 深吸一口气 终于可以结束这一切了 女人的血迹点点滴落在地毯上 她感受到了身体的疼痛在蔓延 忍不住站立起来 她捂着肚子 本来整洁如新的致富裙上 过去血迹在不断地扩大 女人就这样呆立在窗前 什么也不做 等待着命运的审判 不出所料 女人被送进了医院 她的男人在急救室外面 垂胸顿足 痛苦流涕 她懊悔自己没有对女人好一些 曾经那么多的争吵 导致了她们渐渐疏远 直到整个家庭分崩离析 听到女人和孩子都没有保住 男人再也忍不住情绪的煎熬 在街道上急速奔跑起来 企图忘掉这份深入骨髓的痛苦 人生若只如初见 如果爱情可以定格在最开始就好了 男人和女人相识于一次派对 二人四目相对 相见恨晚 聊着自己的爱好与梦想 女人渴望成为一名演员 她从来都向往光鲜亮丽的事物 二人在暖色的灯光下跳舞 从简单接触到食指相扣 二人的心扉也逐渐敞开 休比特的剑发挥作用 她们自然而然地成为了情侣并结婚 这天 男人来剧场看女人演出 女人在做演员的道路上不大成功 因为表演不够好 受到了观众质疑 她正在后台的梳妆台前抹眼泪 但男人是个直男 不太会讲好听的话安慰或鼓励她 女人的心情更加低落 拒绝掉演出结束后的聚会 男人不理解 只是小卓两杯的事 顺便还可以缓解情绪 没想到女人态度坚决 谁也不想见 男人尴尬笑笑 哄她回家 回家路上 女人只想一个人静静 不愿意再听更多的废话 但男人不识脸色 一个劲地讲着自己如何理解她 支持她 女人忍受不了刀刀不停地嘈杂 从车中夺门而出 男人紧跟其后 就要把她逼得喘不过气 女人破口大骂 你可真体贴啊 男人感到不可理喻 疯狂输出难听的话语 女人更是猛戳她的痛点 直呼她是个自欺欺人的可怜小男孩 算什么男人 面对女人蹬鼻子上脸 男人忍无可忍 轮圆了拳头就要打她 但拳头却落在了旁边的车上 她并没有忍心真的打她 却打疼了自己的手 一场吵架结束 矛盾却没解开 后面有更多歇斯底里的争吵 男人心中有了隔阂 犯了全天下男人都会犯的错 她与一个年轻的女同事 发展了一段办公室恋情 男人主动邀请女同事来共进午餐 并趁这个机会 大方施展起自己的魅力 自己熟练的工作能力 还有丰富的人生经历 女同事借着微醺也飘飘然 不自觉与男人更进一步 那一晚 他们成长了很多 女人却在家中为她准备好了生日蛋糕 迎接她和孩子一起庆祝她的生日 男人被眼前的一幕所感动 她的心中就是要回归家庭 看着女人已经安顿好的新家 男人悠然而生一种愧疚 女人兴高采烈地和她说 不如搬家去巴黎生活 原来几天前 女人在整理房间时翻到了旧相册 看到年轻时的男人在埃菲尔铁塔下 显得光彩照人 青春无限 她想到与男人出见时 男人独独提及了巴黎的好 那是一个流连忘返的地方 但是 如今已到中年的男人不再心动 听闻女人这一建议 她觉得非常不切实际 自己的工作 人脉 房子都在美国 怎么可能说走就走 女人却表示她可以承担一切 情人眼里出西施 她认为男人是个被掩埋的金子 去巴黎就是要让她发光发亮 不会一直被庸碌的工作所消磨下去 男人知道女人是为了自己好 于是欣然同意了 自从二人打定主意 生活似乎都有了盼头 变得不那么频繁枯燥 女人办理好所有的手续 男人则在工作中一扫原有的倒霉 侃侃而谈 他们在房子前的草坪上你弄我弄 和孩子们畅谈未来 他们的感情似乎和好如初 更深从前了 闲暇时 他们也会和房东一家聚会 这天 房东的儿子与他们在森林中散步 他患有精神病 却是个数学天才 总会说些抬杠的话让大家尴尬 但是在听到男人一家要去巴黎时 说了一番醍醐灌顶的话 去巴黎的计划像是照进虚无生活的一道光 幻想的确是幻想 但人终究应该直面绝望与现实 这是一种宝贵的勇气 这让男人和女人有了动力 如果追求幻想是一种疯狂 那么自己也甘愿当一对疯子 就在二人满怀期待实现幻想时 阻碍却接踵而至 男人在愁眉不展的工作上迎来了转机 他能够去到更大的公司继续做销售 机不可施 事不再来 男人心中虽然惦记着巴黎 但是这样一块香波波实在诱人 他的内心有了一丝动摇 回到家中 女人又告诉了他更大的消息 那就是他怀孕了 男人自然很高兴 但女人对生孩子有极大的顾虑 这意味着去巴黎的计划就要停滞 忧心忡忡的女人悄悄背下堕胎管 却被男人意外发现 作为已经有了两个孩子的妈妈 女人竟然如此狠心 男人开始大声质问起他 责怪他的不负责 女人却更是激愤 他们曾经说好的巴黎呢 男人根本就没有那么渴望巴黎 所谓向往的生活不过是个幌子 用来自欺欺人罢了 他们在对骂中刺痛对方 却又一次次第蜷缩 从此以后 去巴黎是只属于女人一人的幻想 就这样 男人在原地安居乐业 生殖加薪 希望一切越来越好 带着女人去和邻居夫妇聚会 邻居夫妇相对平凡且安分 他们满足于现有的生活 对于他们曾经要去巴黎的计划 感到不可思议 如今听男人说移除了计划 也表示赞同 女人却对此感到失望 她无法融入聚会的欢乐氛围 男人便邀请邻居夫人一起跳舞 女人和邻居丈夫倾诉起来 与丈夫的种种裂痕 她像是被困在原地打转的球鸟 无法前进 也无法安定 邻居丈夫却安慰她 他们二人依旧是羡煞旁人的眷侣 这样的安慰聊胜于无 二人跳起舞来 结束了这个不愉快的夜晚 然而更大的矛盾正在酝酿 男人似乎搭错了筋 以为坦言自己有办公室恋情 就可以用真诚换回女人的心 让她更在乎自己 不过女人以水泥封心 不再为男人的过错惩罚自己 她淡然且感到莫名其妙 反问男人是要以此来激怒她 还是让她嫉妒呢 看着如此冷漠的女人 男人的不满被勾起 直到房东儿子来家中 她在二人耳边添油加醋 指责着他们的胆小与自私 因为放弃了去巴黎的计划 这对待在原地夫妇显得那么可笑 男人怒不可遏 把房东儿子赶了出去 但女人也好不到哪去 她对男人极度抗拒 表示如果她再碰她一下 女人就会立即放声尖叫 男人还想着哄哄她 没想到 高声大叫 那样的尖叫似乎冲破了生活的囚禁 男人像被点燃了一般 开始轻轻抱起 指着女人破口大骂 她是个如何自私 可恶 没良心的东西 既然这么讨厌彼此 为什么还要结婚 为什么还要住在一起 为什么还要生孩子 男人吼出了婚姻中的残酷真相 女人昂着头 男人希望她立即离开自己 不出所料 女人跑出了家 来到树林中希望让自己独处 远离那个充满了争吵与裂痕的家 男人却紧紧尾随着她 这一切都让女人感到恶心 如果生命可以在这一刻结束该多好 不过这一刻的绝望 女人深深埋在了心底 只等待着第二天的到来 男人来到客厅 发现昨日她发火时乱砸的东西 都已经收拾妥当 整洁如新 屋子中的一切就像是刚刚搬入的新房 男人感到一丝诡异 这就像是暴风雨前的宁静 显得那么安静而恐怖 女人围着围裙在做早餐 询问她想吃点什么 男人有点不知所措 随意回答了一下 女人准备好早餐 二人却好像最熟悉的陌生人 有种客气和疏离 但昨日的争吵丽丽在目 男人感到困惑 她在出门前问女人 她难道不恨她了吗 女人神情中透着悲戏 达到不会恨她 临别前 女人像往常一样帮她整理好领带 仿佛一切都可以从头来过 如此告别 就在这一天 女人做出了自己堕胎的决定 并且因为失血过多 在送到医院之后就不治身亡 男人在得知消息后失望狂奔 也带着两个孩子搬离了原来的房子 这一切都被房东太太看在眼里 她向丈夫吐槽着这对夫妇 小两口本身是极好的 但二人的不和让这栋房子变得扭曲 但新来入住的小情侣很恩爱 一定不会像他们那样可悲 丈夫非常淡然地望着太太 也许是多年的婚姻 让她学会了接受不完美 她没有多说一句话 只是悄悄把耳边的助听器官的小声 也许婚姻的尽头就是忍耐 女人可以一直一厢情愿地诉说 男人则需要充耳不闻 不必说一句话 以维持婚姻的泥沼 据说 夫妻会逐渐失去听到对方声音的能力 也许夫妻只有适当将对方屏蔽 才能够有足够舒适的空间各自安好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条想走的路 它象征着浪漫 美好 自由 只要想一想就能让人心生向往 年轻时哪怕头泼血流也要闯出来一条路 但在被现实生活消磨后 理想的模样已渐渐模糊 相如以沫也不再存在 只剩下婚姻的一地鸡毛 那样一条理想的道路是否存在 到底应该怎样抵达 或许只有坚持走道的人才知晓 但理想从来不会只存在事与远方中 与其像男人一样 每一次努力地靠近 都难以真正亲近心爱之人 不如看清现状 才能不在婚姻的围城中打转 真正看到空虚之外的光芒 女人无法忍受窝囊的丈夫 决定伪造自己失踪的假象 将所有罪证栽赃给她 亲手把她送进监狱 女人先从邻居宝妈入手 向她吐槽自己被暴躁丈夫威胁 再利用宝妈的尿液 伪造出自己怀孕了的假象 接着女人把信用卡都刷爆了 偷偷提升了宝额 购买了枪支弹药 将寻宝游戏的线索都埋伏下来 写好了细思极恐的日记 最后狠心把自己弄伤 将鲜血涂抹在家里地板上 一手伪造了作案现场 一切都被女人安排得井井有条 天衣无缝 她勾画掉一个个缜密的计划 随后就带着现今远走高飞 在五周年结婚纪念日这天 女人像往年一样 给丈夫准备了结婚纪念日的寻宝游戏 但丈夫回到家中 却再也找不到她人影 只留下了一地的玻璃碎片 丈夫报了紧 不出所料 她成为了第一嫌疑人 制服人员盘问她一系列问题 但不太聪明的她 还没有意识到 自己已经落入了女人的圈套中 而且经过调查 制服人员已经认定 丈夫就是个软饭男 所有的经济支出都是女人在负 但丈夫却对女人的很多细节一无所知 生活习惯 生日血型 最要好的闺蜜 统统不太清楚 仿佛从未对她上过心 看着眼前这个支支吾吾的男人 制服人员更是皱紧了眉头 女人的父母得知消息后 亮相在记者招待会上 呼唤更多人提供女儿的线索 女人的父母本就是文明世界的作家 他们以女儿为原型写作的故事 成为了畅销儿童绘本 但父母不知道的是 女人对他们所塑造的自己 那个完美无缺且积极向上的美国甜心 感到无比的厌恶 因为那样得到众人喜爱的白月光 始终都不是她本真的自我 在记者招待会结束后 父母就告诉制服人员 他们怀疑女儿是被前男友所害 因为她前男友都不是什么好人 既会纠缠女人 又有暴力倾向 就在这时 制服人员发现了女人留的第一封信 跟随着信件所述的线索 就可以开启结婚纪念日的寻宝游戏了 第一关并不难 丈夫很快解开了 随即她收到了一个短信 丈夫瞬间惊醒 难道是女人回来了 就在她打开门后 她的女学生却扑进了她的怀中 这段日子 丈夫因女人失踪暗盲的不可开窖 根本就没时间和女学生优惠 他们很快就你挪我挪起来 似乎全然忘记了 丈夫还是最大嫌疑人的麻烦 第二天一早 丈夫就把女学生送出门外 因为在这样的危机关头 让任何人知道丈夫有新欢的事情 都有可能加重嫌疑 不过这一切还是被人看在了眼里 那就是丈夫的姐姐 幸亏姐姐只是骂了她渣男 没有把事情曝光 其实姐姐也同情她 一直备受女人的压制与掌控 正因如此 男人会想寻求外面的温柔香 于是在男人的办公室中 制服人员搜集到了一条内裤 这条红色的蕾丝内裤 很显然是一名女性的 丈夫白口难辨 随后她向制服人员隐瞒了 线索中提及了一个小屋的地址 夜深了 丈夫却独自悄悄地来到了小屋中 找到了接下来的线索 然而外面响起了警报声 她被制服人员发现 不过丈夫再次隐瞒了制服人员 将第三封信归为己有 这样鬼鬼祟祟的丈夫 不得不引起了制服人员的怀疑 他们也感受到了 丈夫没有配合他们搜查 而且在制服人员发现的日记本中 女人一直在帮助失业的丈夫 但这个窝囊废丈夫非但不感激她 反而越来越暴躁 夫妻俩的隔阂越来越深 加上有丈夫在外面有了新欢 这些都极有可能是丈夫起了杀心的动机 所以女人甚至自己购买了枪支 想要以此防身 在女人的父母举办的聚会上 大家都在讨论着如何寻找到她 但丈夫却姗姗来迟 犹如一个局外人 就在这时 一个过分热情的陌生人找到了她 表示自己为她感到伤心 又主动要求和丈夫合影一张 傻傻的她不懂得拒绝与玄机 就在陌生人的手机中留下了合影 看着还跟陌生人合照的丈夫 女人的父母都认为 她根本不关心自家女儿 好巧不巧 挺着肚子的邻居宝妈也在发布会上 大声斥责她 一脸猛逼的丈夫不知所措 原来她甚至不知道 女人已经怀孕六周了 这刚好再次例证了丈夫没有责任性 在场的人们都被点燃了怒火 在责骂声中 丈夫不得不狼狈地落荒而逃 随后制服人员步步紧逼 质问她是否知道女人和邻居宝妈的关系 又拿出了女人和邻居宝妈的玩乐照片 显然两人就像是多年的好友一般 但在丈夫眼中 女人总是孤高自傲 独来独往的 随后医疗记录的汇报也出来了 女人的确已经怀孕了 这更是让丈夫摸不着头脑 因为曾经她很想要孩子 反倒是女人一直不想生 丈夫百口难辨 甚至和原本就相信她的姐姐都吵架了 因为现在几乎没人相信她不是凶手 丈夫想起了第三封信 打算去到小屋中 让她震惊的事 里面摆满了 制服人员想要搜索的一切东西 而且还都是女人以丈夫的名义购买的 这样一来 丈夫就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所有的线索证据都指向了丈夫一人 她甚至没有能力自证清白不是凶手 另一边远走高飞的女人 将自己弄得土利土气的 没有人认得出来 她和一个不良少女坐在旅馆客厅里 边吃零食 边悠哉悠哉地看着新闻上自己的报道 丈夫难以摆脱最大嫌疑人的指控 她的心中充满了复仇成功的快感 但是旁边的不良少女来了剧 女人的傲慢被一眼看穿 她感到很不满 直接往不良少女的杯子中吐了口坛 可见女人的确是牙字必报的性格 不过女人的报应也来了 因为她不小心抖漏了大笔现金 引起了不良少女和男友的注意 所以被他们威胁着抢劫了 被抢完了现金的女人身无分文 必须得找到可靠的经济来源 于是女人找到了前男友之一 一个富二代老同学 他们一起观看了新闻播报 丈夫的女学生亮相在了电视上 女人恶狠狠地咒骂女学生 老同学也看在了眼里 她一直对女人心怀眷念 这回女人主动找上门来 老同学高兴还来不及呢 自然要好好对她 没想到女人看到了丈夫的采访 电视上的丈夫深情款款 隔空向她道歉 希望她能兵事前嫌尽快回家 女人貌似被丈夫打动了 丈夫仿佛回到了初见时 那般温柔又爱她 她的心中涌动起了情绪 老同学吃醋地把电视关掉 但她不知道的是 自己也将成为女人的工具人 女人假意对老同学旧情复燃 却转身在监控下摆出夸张的姿势 显得自己像是被囚禁起来虐待了 女人步步为营 在晚上向老同学主动示好 老同学把持不住 自然要亲近一番 就在老同学闭着眼睛享受时 女人干净利落地杀死了她 任由她的血淋在自己身上 随后伪造现场 带着满身的血 回到了寻找她很久的丈夫身边 在众目睽睽之下 女人走起路来很虚弱 她深情地扑到了丈夫的怀中 丈夫却在女人的耳边低声说道 在不停拍照的闪光灯下 他们继续配合着对方演戏 女人的伤势被检验后 得出来是因强奸所致 不过丈夫丝毫不心疼她 因为她满口谎言 编造自己被绑架后虐待的故事 听得众人一愣一愣的 果不其然 女人在和丈夫单独待在一起时 又换了一副面孔 她大言不惭地说明 是自己救了丈夫 让她免除了杀害她的罪名 并威胁她不能抛弃自己 否则 丈夫又将陷入杀害妻子的风波中 很显然 丈夫并不是第一个 被女人这样坑害的对象 但哪怕她找到了女人的前男友 得知他们也被栽赃过 有暴力倾向 也依然没办法做什么 因为辩护律师也束手无策 丈夫已经被女人牢牢地掌控住了 她在这段恐怖的婚姻里穷途陌路 只能和女人出席发布会 并扮演出恩爱夫妻的模样 她似乎还是那个人见人爱的美国甜心 带着标准的假笑 就这样 女人凭借着这起案件 反而营销了一波自己的形象 带来了丰厚的经济来源 夫妻俩回到家中 女人却告诉丈夫自己真的怀孕了 原来她是拿了丈夫做怀孕测验时的残留物 用来人工受孕了 丈夫忍无可忍 将女人摁在了墙上 两人在对峙中 道出了婚姻的残酷真相 一旦步入婚姻 他们只想着控制对方 带给了彼此那么多的怨恨和痛苦 这并不是两个相爱之人的初衷 但女人却很清醒 17岁女孩辍学后 打算跟35岁的大叔结婚 他们第一次共处仪式 女孩穿着精心准备的睡衣 但大叔却没有对他动手动脚 反而帮他穿好了衣服 大叔的绅士风度 让女孩更喜欢他了 在大叔向他求婚后 他却意外发现了大叔写给妻子的信 这才知道大叔在隐婚骗婚 女孩被气哭了 推散的大叔求问真相 无奈之下 大叔只好坦白一切 并说明自己和妻子早就没有感情了 迟早会离婚和女孩在一起 但女孩听不进去这种鬼话 她感到天都塌下来了 因为她本想放弃学业 靠棒上富豪大叔走上康庄大道 但如今她才明白自己被蒙在鼓里 连大叔的真心都看不清 女孩要求大叔和自己的父母坦白一切 并承诺一定会娶自己为妻 但是两分钟后 女孩只看到大叔驾车离开了 没有再回头找他父母承认错误 就这样一拍两散 女孩的眼睛扑散着泪光 她对这段爱情死心了 神奇的是 大叔的家离女孩家只有两条街的距离 亲戚串门都没这么方便 女孩找到了大叔的家门口 看见了大叔的妻子 正带着儿子出门 虽然女孩没有说明来意和身份 但大叔的妻子一眼就识破了她 因为妻子见过太多被骗的女孩了 妻子问她有没有怀孕 因为曾经也有无知少女 陷入大叔的圈套中 幸好女孩还不算太惨 只是一声不吭地回到家中 和父母说清楚了 自己被已婚男人骗婚 女孩对父母曾经的盲目支持 感到愤怒 因为他们不曾提醒和保护女孩 女孩辍学的决定 固然不只是父母的错 他也有责任为自己前途着想 只是太贪恋大叔给的荣华富贵 看似知书达理风度偏偏的大叔 不仅出入上流的高级场所 还能和女孩谈天说地不亦乐乎 大叔声称可以给女孩很多捷径走 但他现在才看清楚那些都是浮华的假象 其实也不算为时太晚 因为女孩还有机会可以复读 考上她的梦校牛津大学 曾经女孩就是一名学霸 为考上牛津做出了很多努力和准备 女孩默默忍受着学业的压力和枯燥 她的兴趣也一直不被父母理解 因为音乐对于升学没有帮助 在这个平平无奇的家中 女孩要想改变命运 就得学好拉丁语并考上牛津 她想象着上大学后的生活 可以看电影逛画展 尽情地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 那将是豁然开朗的未来 不过女孩可爱的外表 让她收获了暗恋 这个喜欢她的男孩 和她一同在音乐团里 在彩排时经常偷偷描她 女孩也心领神会 不过却并没有动心 因为她要把所有的心思 都放在学业上 然而改变她人生的转机来了 如果没有那场大雨 也不会有这样一段 刻骨铭心的爱情 女孩被大雨淋成了落汤鸡 没有雨伞的她显得孤立无援 不过让女孩心动的是 大叔关心她手上的大提琴 心疼大雨淋湿了乐器 这样的搭讪方式倒是新奇 女孩不被父母理解的兴趣 也成为了他们开启话题的谈资 女孩被逗笑了 不过她让大提琴上了车 但自己却仍然在雨中行走 大叔开着车跟她一步一驱 直到女孩说出 大叔欣然答应了 女孩第一次坐在豪车里 感到一切都那么美好 眼前的大叔妙语连篇 逗得他笑声连连 女孩忍不住敞开心扉 和见多识广的大叔 说了很多知心话 他不同于暗恋自己的男孩 显得那么稚嫩青涩 只会傻傻地偷看自己 不过女孩仍然给了男孩机会 让他来自己家喝下午茶 女孩的父母款待了他 男孩显然有些不知所措 在提及理想的大学时 男孩心里也没有定数 女孩对没有主见的男孩没有期待 包括父母也更赏识有报复的人 很显然男孩弄砸了这场下午茶 适得其反了 女孩的心早就飘到了大叔那里 大叔也抓住时机献殷勤 将一篮鲜花摆在了女孩家门口 没有女孩能拒绝这样的浪漫 在放学后 他甚至当着同学们的面 向大叔走去 哪怕同学们面露怀疑 也抵挡不住女孩和大叔聊的欢 随后大叔就向女孩发出了邀约 一场有朋友在的音乐会 可以避免孤男寡女的尴尬 而且完全尊重女孩的意愿 女孩当然乖乖上钩了 毫无疑问 女孩将这件事告诉父亲时 遭到了强烈的反对 哪里来的坏男人 想这样就把自家女儿拐跑了 然而父亲却被打脸了 一见到大叔进屋 父亲的态度就翻转了 搞定了女孩的父亲 大叔就能顺理成章地和女孩约会了 他们的感情日益升温 见到大叔的朋友也是非富即贵的 女孩更是心神痴亡 忍不住伸出手摸一摸皮草 在奢华的餐厅中享受夜宴 女孩第一次感受到这样的快乐 她跟大叔的朋友聊起了艺术 相见甚欢一见如故 借此机缘 女孩也跟随他们来到了拍卖会上 能够为心爱的真迹一次次举手竞价 女孩的内心洋溢着从未有过的满足 从此以后 大叔带着女孩更广阔地见识了各种地方 还要让他提前去梦想牛津逛逛 然而女孩早就把牛津抛到九霄云外了 她的成绩一落千丈 自然是因为忙于玩乐无心学习 父亲得知女孩的成绩下滑 忧心忡忡 而且资助女孩补习的费用 也价格不菲 更何况父亲让女孩考牛津 也是为了让他找个好律师嫁了 这本质上还是把改变命运 寄托在婚姻上 果不其然 大叔的超能力 才是父亲看中的 女孩都没能说动父亲 大叔却能和父亲谈笑风生 让他带女孩去牛津过周末 将女儿交到一个男人的手里 这得有多大的信任 不过大叔的确有这个能耐 女孩经由大叔的朋友打扮 变得成熟精致许多 但是在牛津大学里 女孩却看到女学生们冒不出众 那并不是他所期望的自己 大叔会因生意繁忙 让女孩和朋友去玩 只是总有些蹊跷 让女孩目不着头脑 他怀疑大叔在偷盗 但大叔却哄他 他只是不希望好东西被埋没罢 并且向他解释了自己的工作 但聪慧如大叔 也明白自己对女孩的吸引力在哪 女孩完全可以回学校 女孩显然不肯放弃这些享受 只是闹了会儿别扭 就继续跟着大叔走了 大叔带女孩去牛津的交差 显然让他的父母很满意 但暗恋他的男孩就不那么好过了 他得到女孩母亲的邀请来过生日 当生日蛋糕端上桌 一阵手忙脚乱后 父亲和男孩进步约而同的 拿出了同样的拉丁语词典给女孩 看着两份一样的生日礼物 女孩感到些许无语 随后大叔的礼物才令人惊喜 他不仅精心准备了给女孩母亲的话 还大手笔地送给了女孩很多礼盒 男孩的面子实在挂不住 匆忙就要离开 但女孩也无心顾忌他 只沉浸在大叔送的礼物中 大叔更是得寸进尺 想带女孩去巴黎度假 虽然有些难办 但巧舌如簧的他 还是说服了女孩的父亲 女孩和大叔在巴黎度过了难忘的夜晚 他们在塞纳河畔 看着落日余晖 享受着美酒 回到学校后 女孩甚至将一瓶香奈儿香水 送给了老师 不过一直盯着他学习的老师 并没有欣然收下 在女孩心缘一马的时候 是老师每每提醒他回归学业 但女孩不听 白白浪费自己的聪慧和天资 老师不忍心让女孩走下坡路 他应该发挥自己的能力 而不是选择走一条捷径 可是见识过奢华的女孩 又怎么可能在朴素低调 他见过那些长满痘痘 戴着眼睛的牛津女学生 也并没有自己想象中那么美好 由摄入简单 女孩现在已经完全陷入大叔的圈套中了 她迷失在宴会的灯红酒绿里 还满心欢喜 全然不知大叔已把她套牢 突如其来的求婚 让女孩又惊又喜 但这对于一个不应事事的女孩来说 实在需要好好消化 因为结婚就意味着投身家庭 这和学业是两条路径 不过父母貌似并不反对 因为大叔已经和他们相处得很好 没过多久 女孩就在教室里上课时 展露了她的订婚戒指 看到这一幕的老师 神色复杂 女孩被请到校长室喝茶 校长认为这样的决定过于仓促且荒唐 开始劝学 女孩反驳她 即使有学位也做不成什么大事 与其念书辛苦又无趣 她更愿意和大叔结婚 这些反驳让校长哑口无言 既然她选择了享受生活 那就由她去吧 迟早会后悔 果不其然 女孩义无反顾地奔向爱情 却全都是泡沫 大叔不仅已经结婚了 还隐婚骗婚 父亲也为自己草率感到抱歉 自己亲眼见过的女婿 竟然是这么个坏东西 于是女孩又找到了校长 表示自己想要复读一年 再努力考上牛津 但校长并不买账 让她到一边做梦去 女孩只好去找老师求情 老师不计前嫌接纳了她 来到老师的家中 她看到有丰富的书和明信片 朴实无华却颇为富足 老师坐在钢琴前 显得那么知足 女孩明白这才是她想要的生活 她重拾梦想 开始刻苦学习 终于在老师的帮助下考上了牛津 如愿以偿的女孩骑着单车 开始了大学生活 这一次是她亲手努力得来的 没有通过别人给的捷径 那些浮华永远比不上默默付出 女孩在收到男孩的邀约去巴黎后 也欣然答应 哪怕她已经去过 男人正在伪造支票 她用刀把支票上的日期挂掉 再仔细地裁剪好名字贴在支票上 一张以假乱真的支票就做好了 接着她来到银行装可怜 请求银行职员给自己换支票 但银行职员拒绝收其他银行的支票 灰心丧气的男人走出银行 却看见了被人们簇拥着的飞行员 男人羡慕有头有脸的飞行员 所以心生一记假扮成学生记者 采访了航空公司的大佬后 男人就和采购商谎称自己是飞行员 不小心弄丢了制服 随后就成功把一套制服弄到手 男人伪装成飞行员 风光地走在大街上 四周的人都对她行注目里 男人也毫不羞涩地抱以大方的微笑 通过这个伪装术 她顺利入住了豪华酒店 银行的职员也对她毕恭毕敬 花言巧语的她凭借着帅气的外表 把银行的女职员也哄得笑开了话 用支票换钞票也不在话下 偷偷赚了数百万美金 在伪装飞行员的日子里 男人还泡到了空姐 他从空姐的口中 套出了一系列有利的信息 好用来伪造更加精良的钞票 瞒过所有人的眼睛 男人成为了世界上最出色的诈骗分子 这一年他还不到21岁 FBI探员卡尔锁定了这个男人弗兰克 一场猫捉老鼠的游戏拉开了序幕 卡尔虽然费尽千辛万苦捉住了他 但弗兰克表示下了飞机就要见父亲 卡尔却告诉了他一个悲伤的事实 那就是弗兰克的父亲已经去世了 情绪激动的弗兰克要大哭一场 于是他去了一趟飞机上的洗手间 但直到飞机降落 弗兰克都没有从里面出来 卡尔意识到这小子在搞花样 于是强行破门而入 却发现洗手间中早就空无一人了 原来弗兰克早就在飞机上假扮过飞行员 对飞机上的洗手间构造了熟于心 自然能够惊蝉脱壳 他逃跑回了家中 却发现自己的母亲已经组建了新家 面对父亲的离世和母亲的代价 感到灰心丧气的弗兰克不打算再逃亡了 面对前来逮捕自己的探员 他选择举起双手投降乖乖入狱 但这个让FBI最头疼的小偷 却有着非同一般的传奇人生 早在年少的时候 弗兰克就有过人的伪装术 常常能神不知鬼不觉地瞒天过海 他来学校上课可以伪装成老师 却没有人发现他是冒牌活 他揪输了曾欺负他的男生 罚男生站在讲台前念书 还让他心服口服 弗兰克不仅能假装上课和批改作业 还能召集全体家长开家长会 再这样下去就要无法无天了 直到一个礼拜后 校长才发现这个学生伪装老师 可见弗兰克的骗人技术之高超 当他回到家见到了妈妈 却发现一个陌生男子在家里 他立即明白妈妈有了外语 妈妈想给他点零花钱 让他不要说出去 弗兰克没好气地夺过钱 走入了自己的房间 不出所料 父亲和母亲准备离婚了 想当年 弗兰克的爸爸还是一个成功的商人 在弗兰克还没成年时 爸爸就举办了一场名流参加的晚会 他在台上演讲时讲了一个故事 两只老鼠掉进了奶油桶中 一只老鼠很快就放弃了挣扎 所以他被淹死了 但另一只老鼠不懈努力 终于将奶油搅拌成了黄油 最终这只老鼠逃出了奶油桶 站在台上星光熠熠的爸爸 就是把自己比作逃出的老鼠 他的成功离不开努力和乐观 弗兰克视爸爸为偶像 他为爸爸鼓足了掌声 那时的他和父母还是幸福的一家 爸爸会和妈妈一起跳舞 全然不像是会离婚的夫妻 这天爸爸叮嘱弗兰克 让他停好车子后坐到前座上 任何事情都不能让车子一动半分 随后银行经理为爸爸打开了银行门 原来父亲由于偷税漏税 已经成为了探员的眼中钉 他来银行和经理商量事宜 但银行自然也将他拉入了黑名单 等到父亲处理完事情后 租的车子和礼服还要按时归还 就这样弗兰克一家破产了 他们变卖家产 不得不沦落到在公寓中生活 在弗兰克16岁生日这天 父亲交给他一打空支票 那些支票似乎能够让他一步登天 让这个家庭东山再起 如今一张离婚协议书摆在他面前 父母让他自己决定究竟要跟谁 他谁也不选 头也不回地跑了出去 他气喘吁吁地来到了火车站 用支票买好了车票 随后就开始了浪迹天涯 为了让支票起作用 他会更改好支票的姓名电话 并来到银行换取现金 但是银行的职员看穿了他的伎俩 随即劝退了他 但弗兰克脑袋灵光 很快就找到了新的出路 他盯上了风光的飞行员 年纪轻轻的他懂得了包装的重要性 于是打算乔装打扮一番 让人知道他是个有身份的重要人士 伪装成飞行员后 他来到银行换取了数百万钞票 现在的他都能给父亲买辆车了 弗兰克终于和父亲重逢 一起吃了顿饭 在餐桌上 父亲却拒绝了弗兰克送的车 因为张扬高调的作风 必然会引起相关人员的调查 为了保全自身 还是小心谨慎为妙 果不其然弗兰克的大胆行事 让FBI探员卡尔找到了弗兰克刚用完的纸票 暗图索记来到了他所在的酒店 并顺利找到了他 但在短短的几秒钟内 弗兰克就想清楚了逃生的方法 卡尔端着枪命令他出来并举起双手 但弗兰克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卡尔不信他的鬼话 弗兰克就出示了证件给他 并让他看到了楼下正在压人的探员 这让卡尔将信将疑放走了他 等到卡尔醒悟过来的时候 弗兰克已经逃之夭夭了 弗兰克通过高超的欺骗术 从探员的眼皮底下逃脱 等到卡尔想清楚后才气急败坏 这天晚上 弗兰克在酒店中遇到了女郎 他向他讨要1000美金 弗兰克给他一张1400的假质票 自己甚至还赚了400的现金 真是两全其美 在平安夜这晚 弗兰克给卡尔打了电话 还故意透露了自己的行程给他 但卡尔不会再相信他说的鬼话 卡尔暗图索记找到了他家 弗兰克的母亲盛情款待他 就在他准备给卡尔写张支票时 卡尔却告诉他 弗兰克已经骗了上百万美金 就在弗兰克来到医院搭讪女护士时 他的心又被勾得痒痒的 他着手伪造了哈佛的医学证书 接下来就是他大展演技的时刻了 只见弗兰克顺利通过了考核 成为了女护士的上司 被女护士的父母赏识 弗兰克谎称自己是伯克利大学毕业的 不巧的是老丈人就是该校学生 但老丈人非但没有心服口服 反而开始质疑起弗兰克身份 毕竟有些端倪是他无法得知的 饭后老丈人揭穿了他 并询问弗兰克的真实身份 意识到自己骗不过他的弗兰克 决定坦白一切 他承认自己谁也不是 只是深深地爱上了他女儿 这是千真万确的 没想到难得说了一回真话的弗兰克 居然用真诚打动了老丈人 看来老丈人也为他的演技和浪漫所折服 在老丈人的帮助下 他也成为了一个检察官助理 节节攀升的弗兰克 属实见识过了各色人等 对于自己未来要走的路 也充满了信心 他再次见到了自己的父亲 但和风光无限的他相比 父亲却显得颇为落魄了 原来卡尔也找到了弗兰克的父亲 他当然要保护好儿子 于是骗卡尔道 自己儿子去参军打仗了 卡尔则发现了弗兰克写了信 偷偷记下了弗兰克的居住地址 虽然一无所获 但弗兰克的父亲眼里的光 也渐渐暗淡了下来 面对儿子邀请自己去婚礼的请求 父亲显得十分冷淡 弗兰克意识到父亲对自己目不关心 伤心地离开了他 这天弗兰克在酒吧 拨通了卡尔的电话 向他坦白自己就要筋盆洗手 从此和女护士洗劫连理 过上老婆孩子热炕头的频繁生活 但已经犯下了滔天大罪的他 怎么可能说没罪就没罪 卡尔坚定地反驳他 总有一天会把他给守到情爱 弗兰克举办了订婚典礼 卡尔追到了现场 眼看火烧眉头 弗兰克只好和未婚妻坦白一切 随后就逃跑了 等到卡尔来到婚房 就只剩下一只哭泣的未婚妻一人了 弗兰克来到了迈阿密机场 他按照约定见到了未婚妻 但很明显他的周围都埋伏了FBI的探员 得知被背叛的弗兰克 选择离开自力更生 继续过着当骗子的逍遥生活 他重拾就业 利用空姐伪装成空少 成功登机逃过一劫 不过天网灰灰疏而不漏 卡尔最终在法国的小镇上 找到了正在伪造支票的弗兰克 他的技术已经进化到炉火纯青 以假乱真的递步了 弗兰克高兴地和他说了生圣诞快乐 卡尔警告他已经被捕了 为了威胁企图逃跑的弗兰克束手就擒 卡尔说他一出去就会被乱枪打死 于是弗兰克只好乖乖任他抓捕 随后法国警方果然出现了 他们从卡尔的手中捉住了弗兰克带走 但这一场猫鼠游戏并没有落幕 弗兰克接到了不寻常的任务 原来有人来找他鉴定真假支票 他一眼看穿了支票是假的 于是他凭借自己高超的鉴定和伪造支票的能力 成功保释出狱 开始洗尽千华为人民服务 他成为了为探员卡尔协助破案的一份子 卡尔辛苦将他提拔成自己的助手 弗兰克却想回到飞机上当一名飞行员 卡尔当然不愿意放走这个人才 于是威胁他会有警方来捉他的 他不断地追问弗兰克 到底是怎么顺利通过律师的资格考试的 但弗兰克称自己只是会瞒天过海罢 然而被放走的弗兰克又不甘于寂寞 因为卡尔也只是吓唬一下他 所以弗兰克又回到了卡尔身边 和他一起鉴定钞票 当卡尔继续问起律师资格考试的事情时 弗兰克才说出了真相 也许这就是天才的传奇人生吧 男人戴上魔法面具 面具就像狗皮膏药一样 死死地粘在了他的头皮上 他疯狂地转起了圈圈 脸彻底变成了恐怖的绿色 口袋里的闹钟沾上魔法跳了出来 他一锤子打扁的闹钟 包租婆听到巨响打开门 看见男人的绿色面网 吓得赶紧拿出枪对他扫射 男人化身为弹簧老偶逃跑 他破窗后动身一跃就摔在了地上 整个人被摔扁成薄薄的一片 惊奇的是他又站了起来 从纸片人变回了毫发无损的人 一辆小轿车撞上了他 司机对他不耐烦的鸣笛 但男人毫不适合地变出了困惊起 以更大的音量浮击了司机 瞬间就把小轿车的车窗都给震碎了 男人心满意足地完成了恶作剧 却被马路边上来是汹汹的混混叫住 双方准备一较高下 男人说到做到 混混被他惹急了 叫嚣着要抓住他杀掉 但男人却变起了魔术 只见他捏出了一只长颈鹿气球 把混混都逗乐了 随后他又捏出了一个机关枪 混混才明白大事不妙 他幻想着自己可以保护无辜 保护无辜的人们 但在成为真正的英雄之前 他要先报复从前欺负过他的人 男人拿出了武器 成功地报仇雪恨 但在变身为绿色怪人之前 他的性格还是腼腆软弱的 而不是戴上面具后那么大胆倒冠 最初男人还只是一个平平无奇的员工 在银行中他还做着最寻常的工作 即使遇到了心仪的女同事 想要和他一同去听音乐会 也被沦为舔狗处理 这天银行来了一个爵士美人 一进门男人就看呆了 随后美人专门找到男人办理手续 男人不知不觉心神荡漾 谁能想到美人的包包里装着摄像头 正偷偷地记录下男人的一举一动 以便日后让自己的男友盗窃银行 男人还毫不知情地给他介绍开户流程 从此就将美人视作自己的真爱 这天晚上男人开上宝马来到夜店 夜店的老板正是美人的男友 保安见证二话不说就把男人给丢了出去 还没等男人站直身子 一辆豪车就见了一身污水到他身上 男人刚想问候祖宗 美人就从豪车上款款走了下来 见到美人的男人换了一副笑脸 保安将他的车钥匙递过来 男人失口否认 因为他不想因破车丢脸 说完男人就灰溜溜地驾车离开 等他把车开到了大桥上 破车却突然爆发了 这让男人气急败坏 真是倒霉的一晚 就在他黯然神伤的时候 天空又开始打雷 男人翻着白眼感叹自己时运不及 却发现河上飘着一个人 男人担心有人要想不开 他急忙下水 火急火燎地抓住了飘着的人 却发现那只是一堆塑料袋 远远看上去就像一个人的形状 意识到自己认错了的男人怒气上流 但他意外地找到了塑料袋中废弃的面具 这个面具似乎有一种魔力 能够吸引人戴上他 男人正要戴上面具 就被制服人员叫住了 手电筒罩在他脸上 男人急忙解释自己是来找面具的 随后就拿着面具回家了 虽然这一晚他极其倒霉 但好歹还有一个面具能带回家 包租婆看到他回来还沾了水 脏脏的脚底把地板都弄湿了 于是逮住他一顿痛骂 男人虽然心生不满 但由于怯懦的本性没有当面回击 而是在他关上门后 偷偷骂了回去 当男人终于回到了家中 却发现那张面具是有魔力的 他情不自禁地戴上了面具后 就变成了绿色的变相怪节 从此以后他就成了神通广大的英雄 男人也因此充满了信心 准备好好打扮一番去征服美人 但身无分文的他必须先赚够钱 于是男人来到了银行 银行的门外也聚集了劫匪 但男人抢先一步 从银行内破门而出 带着两大袋的钞票扬长而去 随后男人就来到了夜店 保安拦住了他要门票 但男人直接甩了好多张钞票在他脸上 接着就大摇大摆地进入了夜店 看到美人就在舞台上表演 男人的心都忍不住砰砰直跳 口水也哗啦啦流了一笔 情不自禁地为美人欢呼喝彩 一曲完毕 美人也被男人迷得神魂颠倒 他们开始热舞起来 就在二人跳的欢腾时 本来想抢劫银行的混混 却被老大质问怎么回事 混混只好说明男人抢先了他们一步 老大正是美人的男友 见到男人正在和美人热舞 更是气急败坏 急着去找他算账 男人被枪指着 但却不慌不忙地开始和他记账 还没等男人废话完 老大就命令手下把他干掉 不过男人扭曲着灵活的身体 躲过了每一发子弹 任意变换着形状 做出各式各样的搞怪形状 让开枪的手下不知所措 最终男人假装被打中了 下一秒又投入了老大手下的怀抱 开始和他演苦情戏码 一旁的老大都看不下去了 但男人还沉浸在细经的世界里 无法自拔 还幻想有人递给他一座奥斯卡小惊人 男人兴高采烈地接过了小惊人 夸张地表达感谢 老大和手下在一旁看待了 直到男人想离开时 老大才反应过来 直接把枪对准了他的脑门 不准备放他走 但男人一点都不好对付 又变成了弹簧玩偶 弹跳着躲避开了所有的子弹 轻而易举地逃脱了 制服人员纹身而来 看见了拿着枪的老大 虽然老大解释绿色男人不是他手下 但探员不信这鬼话 命令手下将他拷住带走了 但却发现了男人留下的睡衣碎片 他暗图索记找到了男人 男人卸下面具后睡觉 一大早就被探员的敲门声吵醒了 于是手忙脚乱地起床 把衣柜中的钞票都塞好 见到探员后他开门见山 拿出了他的睡衣碎片 并质问他关于面具绿人的情况 但男人一问三不知 尽力装无辜 探员无计可施 又回到了局里查看监控录像 他确认抢银行的就是戴面具的绿色男人 但却无法将他捉拿归案 更没有将他跟平时懦弱的男人联系在一起 这边的老大也召集了手下开会 他义愤填膺地发布了命令 让手下们都去捉拿面具男人 一定要活得捉回 男人没有戴面具就出门上班了 银行的上司对他的迟到很不满 没想到男人的气势汹汹 直接反击了上司 上司更是被骂得没了脾气 转身就走 同是健壮大赞男人 他的回击真够解气的 男人却直言自己最近像是变了个人 变身面具怪节当然耗费了不少体力 这让他自己也大惑不解 美人却逐渐被他俘获 还询问他面具怪节的下落 男人对他发出了邀请 在约会时直接变身给美人看 只见男人口吐爱心 将美人斗得前仰后合 但探员也带着手下围攻了过来 美人吓得立即逃跑了 男人被呵斥不准动 于是自己就迅速冷冻了起来 变成了一座冰雕像 探员无奈地让他解冻 男人解冻后被搜罗出了各种小工具 让众人大开眼界 探员还发现了自己妻子的照片 对男人的愤怒更增添了一分 随后男人就飞速地逃跑了 还顺手锁上了大门 里里外外封了三层大锁 探员带着手下把他围了起来 但男人欢快地跳起了舞 这样洒脱的快乐氛围感染了所有人 大家都情不自禁地跟着他跳起舞 随后男人火速地离开了 他在无人的角落将面具撕扯下来 还原自己的真实的面部 一个小弥妹招呼他上车 随后探员就跟了上来 但没有打中他们 只好以失败告终 小弥妹和男人表白 男人也相信了他的真心 但老大却戴着手下出现了 原来这是一出美元计 让男人防不胜防 没有戴着面具的他丧失了超能力 被老大逮捕了 小弥妹也顺利拿到了钱 但他没想到老大会对男人下狠手 情急之下 男人只好将面具的功能说出 让老大戴上了面具 一阵风云突变地变身过后 老大也变成了绿色的怪人 显得异常凶猛恐怖 但男人却成为了 没有攻击力的普通人 他只能老实交代了 抢银行的钞票 老大命令手下去 他的衣柜中找到了钞票 男人也被抓捕入狱了 现在的他一无所有 但美人却惦记着他 因为只有男人真正对他好 美人离开后 男人招呼自己的小狗 跳进监狱 随后让小狗帮自己偷钥匙 机智的小狗很快就拿到了钥匙 然后从保安的手里 夺得了手枪 将他打晕后 男人就逃出了门 遇到了探员 他哆哆嗦嗦地威胁探员 让探员带自己出去 最终男人顺利逃了出来 但老大戴上了面具 能够大显身手的他 让手下将男人带不起来 准备好了定时炸弹在美人身边 美人见状 被绑住的他要求和老大最后稳定 但要求他脱下面具 老大欣然答应了 就在他摘下面具的时候 美人一脚踢飞了面具 让男人的小狗接住了 小狗也便身成笑天犬 他刀枪不入 回到了男人身边归还面具 男人终于如愿以偿 获得超能力 只见他将定时炸弹吞了下去 化解了一场灾难 市长在暗处看到了这一切 当探员向他告状时 他认为男人才是真正的英雄 该进监狱的是探员自己 男人终于和美人在一起了 他们一起经历了风风雨雨 成为了神仙眷侣 而这一切都要归功于魔力面具 女孩突然被告知 她是王室的公主 但顶着凌乱爆炸头的她 看起来像个傻傻的土包子 安妮瞪大了眼睛不敢相信 奶奶告诉她 她就是王室血清 未来还要将国家领导权交给她 安妮当然不肯接过这个烫手山芋 她极力表示自己只想淡薄名利 当一辈子的小透明 安安分分地做个普通人 可奶奶不依不饶 表示自己会全力培养她当上公主 从内到外地进行一番蜕变 还有想不尽的荣华富贵 眼看奶奶这样逼她上岛 安妮全身上下都在抗拒 说完她拎起书包撒腿就跑 生怕被人捉了去当公主 在16岁生日前 不知道自己真是绅士的安妮 还是个在校园中备受欺凌的小透明 有同学差点要坐到她腿上 才发现原来有人在 安妮在台上演讲时 甚至因为过度紧张 几乎就要我出来 最终只好在嘲笑声中落荒而逃 然而丑小鸭蜕变为白天鹅的童话 就发生在她身上 安妮人生的转机是由奶奶带来的 这个素未谋面的奶奶 却突然需要和她见面 这让安妮百思不得其解 更何况逼父母离异地正是她奶奶 所以安妮对她并无好感 虽然安妮极力反抗 但是在妈妈的好言劝说下 还是决定给亲人一个面子 亲自登门拜访奶奶 然而让安妮意想不到的是 奶奶居住的地方竟然如此高端 不仅有专门的保镖 自动打开的大门 而且到处都有监视器 一进门 保镖就开始搜查她的书包 检查是否有不安全的东西 随后才放她进屋 屋内的装潢无比滑贵 当安妮第一眼见到奶奶时 并不敢相信 这个看起来端庄高雅 却异常亲切的贵妇 会是自己的亲人 并非自己想象中那么不近人情 奶奶亲手递给她一件传家宝 但安妮大打咧咧地 胡乱将传家宝给塞到书包里 甚至在喝下午茶时 都会把茶具敲得很大声 响亮的动静让奶奶感到不适 面对这样一个不拘小节的安妮 奶奶感到改造她的计划变得艰难起来 更何况告诉她真实身事后 安妮表现出了极度的抗拒 这让奶奶感到非常糟心 安妮由于从小和单亲妈妈相依为命 所以也继承了妈妈身上的自由与坚强 自然待不惯规矩森严的王室 眼看爸爸意外过世 自己是王位的唯一继承员 是否应该接下当公主的重任 安妮也感到忧心忡忡 但还是先接受了奶奶的安排 安妮准备在舞会上亮相 由奶奶介绍她的公主身份给各方媒体 于是安妮就要参加公主集训 在极短的时间内 迅速学会公主的礼仪态 一言一行都要优雅得体 安妮的自由散漫一点点被奶奶掰正 显得拘束且不自然 还笨手笨脚地跳起舞来 不过安妮的改变 已经让她看起来不同于往日 去掉眼睛化好妆的她 显然是一个年轻貌美的女孩 这让奶奶感到非常欣慰 安妮望着镜子中的自己 感到不可思议 这样改头换面 难道就可以当上公主了吗 安妮的成长还在继续 当她去见闺蜜和闺蜜弟弟 二人都被安妮的梳妆打扮惊艳到 她看起来是那么与众不同 根本不应该像从前那样泯然重任 但闺蜜却有点不高兴 因为安妮和她的距离在渐渐拉大 不仅因为参加秘密集训牺牲掉很多时间 而且在衣食住行和梳妆打扮上 也不适合闺蜜一个层次了 这让她们之间慢慢疏远了 安妮理解闺蜜心中的隔阂与不安全感 于是戴上了土土的帽子 让自己看起来还和往常一样平平无奇 安妮也告诉了闺蜜她的真实绅士 这让闺蜜忍不住尖叫起来 但闺蜜这次是真心为了她高兴 就这样 安妮顶着不合适的帽子 来到了教室上课 但霸凌她的同学仍然想要看她出丑 所以坚决要求她摘下帽子来 不戴帽子也是学校的规定 在老师的要求下 安妮只好摘下帽子 这样一来 安妮惊人的美貌 还有柔顺靓丽的长发 都展露在了同学面前 大家纷纷赞叹她的打扮 仿佛已经忘记她曾是一只丑小鸭 从未得到过关注的安妮有点不好意思 但让安妮的头疼的事还在后头 原来给安妮打扮的造型师 故意向媒体走漏了风声 不少记者和摄像都堵在了校门口 等着安妮的到来 没等安妮同意 摄像就对着她咔咔拍照 记者也不甘示弱地对她围追堵截 同学们都在围观这个稀罕的公主 引起了轩然大波 奶奶不得不快马加鞭 闻声赶来 把走漏风声的造型师叫来 没想到造型师大言不惭地表示 自己希望让全世界知道 公主的蜕变是她一手造成的 这让她很有成就感 很快 这个无脑造型师就被拖了出去 奶奶也尽力平息了这场风波 安妮对自己不自信 她不知道自己还能否胜任公主的位置 就在她要打退堂鼓的时候 管家却鼓励她到 公主的身份对她来说 就是不能逃避的宿命 应该不断尝试 而不是遇到了挫折就逃避 然而安妮总会闹出些 让人忍俊不禁的闹剧 在第一次亮相舞会后 刚端庄没多久的安妮就破功了 她把晚宴弄得鸡飞蛋打的 不小心用火烧着了旁边宾客的西装 还因为一口咬掉太多的冰淇淋 冻到了牙齿 猙獰的吃相实在尚不得台面 随后又直接把玻璃瓶给敲碎了 引发了一系列蝴蝶效应 让晚宴的场面一度失控 安妮为自己的鲁莽感到羞愧 但奶奶并没有责怪她 反而讲起了自己的往事 谁没有年轻不懂事的时候呢 看似高雅端庄的奶奶 曾经也弄砸过不少事情 但重要的是 要学会让自己成长起来 要明白自己的责任 并努力地去完成 奶奶暂时放下架子 和安妮一起玩乐 不再被王室的身份所束缚 看着大头贴上搞怪的奶奶 安妮的心情也变得好多了 她也听进去了奶奶的话 慢慢适应了当公主的规矩 但安妮终究还是安妮 在暗恋的孝草面前 她也会成为一个渴望爱情的小女孩 曾经她是个土包子不被重视 但如今她有的选了 孝草亲自约她一起去海滩玩 安妮就抛下了公主的身份 和孝草赴约 她沉浸在爱情的美妙中 却不知道不速之刻即将前来 媒体乘坐着直升机 打破了这场约会 没想到 竟是孝草偷偷背叛了她 让媒体专门拍下公主与自己约会 不仅面对媒体公然倾她 还让曾经霸凌她的同学 在安妮换衣服时捣乱 安妮不整洁的模样 曝光在闪光灯下 显得无处遁形 这样的整骨让安妮颜面尽失 也危及到王室的形象 奶奶不能再纵容安妮下去了 让她好好考虑清楚 自己是否真的想当公主 被牵着鼻子走的公主 并不能真的意识到自己的责任 也无法认清公主背后付出的代价 安妮不能只是一个任人摆布的玩偶 她应该觉醒自己的意识和能量 否则她只是一个会打扮的公主 但从未能挑起大梁 又如何能够对百姓负责 安妮像一直暗恋自己的闺蜜弟弟 发出了邀约 但得到的只是拒绝 因为安妮从前没有认清自己的心 让闺蜜弟弟伤透了心 在一波波的闹剧后 安妮也彻底的灰心丧气 也不希望再让奶奶失望 于是她决定在发布会上放弃公主头衔 但就在发布会的前一天 奶奶给安妮带来了爸爸的遗物 那是一封弥足珍贵的信 安妮认真的读完了 有那么一句话让她醍醐灌点 安妮不应该顾步自封 再退回到普通人的生活 而是看到更加有意义的人生 更想要成为的自己 并鼓起勇气踏上征程 安妮沉思良久 是时候做出决定了 在发布会这天晚上 外面下起了瓢泼大雨 本来要放弃公主头衔的安妮 却义无反顾地跑入了雨中 她要奔赴发布会的现场 但淋了雨的车坏掉了 开不了车的安妮被困在原地 这让安妮一度要放弃 但管家却找到了她 并把安妮接到了发布会现场 她虽然被雨淋成了落汤机 但还是勇敢地站上了台 她没有公主应该有的体面与高贵 但却退去了从前演讲的紧张与不安 变得从容不迫 安妮侃侃而谈 她表现出了公主应该有的气度与尊严 那不是服于表面的装扮 而是关心天下苍生的胸怀 安妮郑重地表明自己将成为公主 在奶奶欣慰的注视下 安妮也真正地完成了蜕变 现场掌声雷鸣 当安妮化好公主装扮 她也迎来了自己一直在等的男孩 那就是一直暗恋她的闺蜜弟弟 在舞会上 他们终于牵起了彼此的手 在高雅的氛围与众人的注视之下 一起跳舞 一舞完毕 面对眼前高贵典雅的公主 闺蜜弟弟问她 为何会在云云众生里选择了她 公主微笑着答道 的确 爱不只是看到一个人的光鲜亮眼 更是在她不起眼的时候 就为之心动 那是任何头衔与地位 都无法带来的纯粹 每个女孩心中都有一个公主梦 可以穿上美丽的公主裙 带着皇冠和心爱的王子 幸福生活在一起 但公主并不只是童话中的角色 更是一份真正的工作 真正的公主应该是勇敢的 敢于面对残酷的现实 与被弄砸的闹剧 勇于反击嘲笑声 重塑自我 这也是安妮在成长中学到的 最重要的一刻 刚醒满释放的男人 准备再次犯罪 绑架一个女孩作为人质 因为在狱中的这五年 她都瞒着父母 说自己已经事业有成 爱情美满 这次回家 一定要带一个女朋友回去见父母 但是男人现在身无分文 衣衫蓝绿 哪里有女孩跟着她 但倒霉的男人总有转运的时候 一个金发女孩从眼前走过 这是再好不过的机会了 男人叫住了女孩 环顾了四周无人关注 就上前捂住了女孩的嘴 女孩健壮就要挣扎 男人死尽拽着女孩拖醒 从舞蹈教室前经过 没有人注意到女孩被劫持 他就这样一路被拽下楼梯 塞到了汽车中 但男人甚至不会开汽车 他手足无措 女孩作为人质 在一旁都忍不住哥哥笑起来 让男人更加气急败坏 他感到脸上挂不住 开始满嘴跑火车 非要吹牛自己一向开的是名贵汽车 是自动荡的 随后又命令女孩下车 让女孩来到驾驶位置上 于是二人下车后交换了位置 女孩竟然就乖乖开起了车 一路听着男人的命令行驶 在路上 这个古怪的男人 又像换了个人一般 开始诚恳地向女孩道歉 并说明了自己绑架他的缘由 还得表现得非常崇拜男人 离开了男人他就活不下去 只有在这样的拥促之下 男人的父母才会满意 听到这样无理取闹的要求 是个人都会扭头就走 但女孩却认真听完了他的话 女孩的身上有种不同寻常的淡定 保持着寄来之则安之的心态 面对男人的威胁与恐吓 他只有一开始的挣扎 随后就任由他的摆布 女孩遵从男人的命令 一路来到了他的家中 男人敲响了家门 开门的父亲一脸淡然 甚至对五年没有回家的儿子不至一词 扭头就返回屋中 这样的冷淡与隔阂 实在不是一个正常人家庭该有的 男人不安地啃起了手 却无法缓解和父母的尴尬与陌生 甚至在招待男人时 母亲还拿出了他不能吃的巧克力 男人从小只要一吃巧克力就会过敏 小脸会肿起来 但母亲的记忆像被人更改一样 还记得他总喜欢吃巧克力 这让男人感到寒心 他甚至都不如水牛队在母亲心中重要 母亲会眉飞色舞地翻着水牛队的相册 和女孩娓娓道来 却记不清自己儿子饮食的喜物 父亲也同样对儿子不上心 只沉迷于自己的爱好 喜爱唱歌的他给女孩演唱了一曲 但被冷落的男人 在餐桌前焦躁不安 真是个古怪的家庭 好不容易到了吃饭点 可怜的男人只应将餐刀对准了父亲 就被父亲破口大骂 男人也忍无可忍发起了脾气 眼看父子俩吵得不可开交 母亲在一旁尽力劝阻 没想到回家的第一顿饭 就吃得这么不开心 男人的心情乱得跟鸡窝一样 在一旁目睹一切的女孩心疼他 想要为男人挽尊 于是按照男人事先和他约定好的那样 开始展露自己对男人的崇拜 哪怕女孩这样表露心声 也没能换来男人父母的重视 母亲依旧盯着屏幕 关注着水牛队的一举一动 当水牛队输了球 母亲甚至开始懊悔生了男人 因为在生男人的时候 他也因为生产错过了水牛队的比赛 耿耿于怀 父亲则淡然地在一旁 如同局外人在听事不关己的故事 在这样得不到关怀的家庭中待着 久而久之 男人也变得暴躁无常 性格乖利 但他也生长出了讨好型人格 常常做些旁人无法理解的事 只为了博得父母一笑 但是从来没被人重视的男人 如今在女孩身上得到了关怀 改变了男人的心境 他带着女孩来到了保龄球馆中玩乐 女孩也开始放开自我 抡起手臂就将保龄球打得非常漂亮 还对着男人做鬼脸 但这对男人来说如同猎顶之灾 因为从前他将保龄球引以为傲 认为这是自己独有的天赋 没想到女孩随手一扔都这么厉害 他想要寻死 但在这之前 他必须先去杀掉害他入狱的对手 当保龄球馆中的灯光暗淡下来 女孩开始跳起了踢踏舞 随着一声声清脆的舞鞋声响起 女孩丰满的身姿展露无遗 但是女孩孤芳自赏的姿态 也使得他身上散发着神秘气息 一舞完毕 男人开始采取了下一步计划 他要给父母寄回去自己和女孩的照片 以显示他在人间最后的日子 仍然是幸福美满的 当他们来到了照相机前 女孩自然而然地坐在了男人腿上 女孩听从了男人的命令 摆出各种可爱又搞怪的表情 显得自己和男人是恩爱的小两口 但是男人自己却僵硬地不行 仿佛一个被冻住了的雕塑 对比之下 男人显得窘迫不安 女孩甚至亲了他一口 就让男人感到非常不满 想要扮演好小两口 首先需要的是亲密感 但男人根本不喜欢有人碰一下自己 他也无从感受到亲密的快乐 时刻处在一种紧绷的状态中 他只能在幻想中想象恩爱 男人就是这样一个社交恐惧症患者 当他和女孩来到餐厅中吃饭时 被一个同学认出了自己 他都要捂着脸假装不认识 恨不得直接找个洞钻进去 看着男人一脸窘迫的样子 同学说出了自己的名字 女孩感到很惊讶 因为男人给女孩改的小名 正是同学的名字 他似乎明白了 眼前的同学正是男人的暗恋对象 不过在白月光面前 男人显然无所适从 又开始满嘴跑火车 表明自己有多么不在乎他 男人总是用贬低的方式来掩盖自卑 甚至声称他没有女朋友 只是因为他们都是脏女孩 这下他把脾气都撒到了女孩身上 女孩再也不想委屈地承受一切 不过当男人发泄完情绪后 他又意识到自己需要女孩 于是回到了餐厅寻找他 果不其然 女孩仍然坐在原地等他 男人终于认清了自己的心 他需要女孩的陪伴 女孩一直无怨无悔地跟在男人身边 从一开始女孩闯入他的视线 他就是拯救男人的天使 他们来到了旅馆中歇息 男人终于肯敞开心扉 向他讲述起自己的过往与伤痛 女孩也在一点点靠近他 在百般恳求下 男人才允许女孩来到浴室中 本就抗拒接触的男人坐在浴缸中 像个小男孩一样蜷缩起身子 女孩也想和他一起坐在浴缸中 但男人再次表示了拒绝 但女孩没有再听从他的抗拒 而是端坐在了浴缸中 男人别扭地跟麻花一样 直到来到了床上 男人的全身还是抗拒的模样 肩膀不自然地夹着 仿佛一尊雕像 女孩则慢慢伸出手来 握住男人的手 直到男人和女孩拥吻 他终于肯放松和女孩接触 在男人心灵的世界被女孩打开后 他身体的开关也被女孩触动了 女孩抱紧了男人 像妈妈一般给予男人温暖 男人从未得到过这样的安全感 只意味地靠在他的怀中 二人没有说一句话 却已经胜过了千言万语 男人起身准备离开旅馆 但是女孩却隐隐担心他再也不回来了 于是叫住他 请求他给自己带一杯热可可 男人感受到了女孩的挽留 女孩要求和他拥抱 他再三拒绝 答应和他握握手就好 不过女孩顺势将他揽入怀中 在临别前 女孩甚至说出了他最想说的话 在这样的挽留之下 男人还是头也不回地走了 他满怀着复仇的心 来到人生顶飞的地方 寻找到了害他的对手 男人盯着对手看了很久 然后举起了手枪 把对手的头给打爆了 随后自尽 不过这只是男人自己的幻想 定格后回放 好在一切都还没有发生 因为在男人的脑海中 闪过了一直等待他的女孩 他走出了那个地方 他去买了热可可准备带给女孩 没有一去不复返 因为哪怕全世界的人都不在乎他 他也依然有一个人爱着 他兴高采烈地拨通了朋友的电话 告诉他自己终于拥有了爱情 最终男人回到了旅馆 落魄又倒霉的男人终于找到了真爱 那个被他绑架的女孩 正是拯救他灰暗人生的天使 男人也许是个不折不扣的混蛋 他的脾气暴躁 对女孩凶巴巴的 但女孩仍然无怨无悔地跟在他身边 有爱就有希望 因此男人才不会走向黑暗深渊 毕竟他等到了爱他的女孩 男孩为了报复前女友 在博客上谎造他的谣言 被女生伤透了心的他 急于发泄自己的伤心与愤怒 在素有的启发下 男孩用黑客手段入侵了校园网络 私自盗取漂亮女生的照片 提供给自己创立的投票网站 让男同学们来给女生外貌打分 男同学们对此乐此不疲 一时间风靡整个哈佛 网站的流量高到离谱 眼看事情的走向越来越失控 朋友提醒男孩 是时候收手了 但男孩不听劝 这个侵犯隐私的行为 自然也引起了轩然大波 于是在凌晨4点 学校的工作人员就被电话叫醒 南海仅凭一己之力 就将校园网络给冲垮了 但他非但不恐慌 反而十分得意 完成恶作剧的快感油然而生 学校把男孩叫去喝茶 通报批评 前女友也彻底拉黑了男孩 因为他在博客上说他坏话 无事生非 男孩本就是智商超群 但情商为负数的家伙 在和前女友约会时 他都能被激发胜负欲 非得把好好的约会 弄成双方对战的辩论比赛 还嘲弄前女友没必要学习 毕竟他上的大学很一般 这不分手还等着过年吗 于是男孩又成了哈佛孤寡王 不过通过这次风波 男孩惊人的技术水平 也得到了认证 他很快就引起了竞争对手的注意 双胞胎盯上了他 他们不仅出身名门望族 还和男孩同样是哈佛的学生 也是哈佛赛艇队的风云人物 这对亮眼的兄弟实属校草级别的 不过他们还希望在网络上有所突破 决定拉男孩进入合作项目 也就是社交网络的雏形 一起做大做强 而且由于哈佛的响亮名声 建立的这个社交网络 会吸引不少想和哈佛学生约会的人 男孩和双胞胎一拍即合 但男孩想的并没有那么简单 他不会只甘愿做一个合伙人 而是有自己当老板的野心 所以男孩找来了朋友 想和朋友一起另立门户 并承诺给朋友三成股份 朋友欣然同意了 男孩一边吊着双胞胎 一边自己创业 虽然这个举动有盗取创意的风险 但他还是注册好了脸书的域名 而且不断地优化网站 吸引更多的客户入主 可以看出 男孩是一个头脑发达 很会捕捉人性需求的人 与此同时 他的朋友加入了凤凰俱乐部 这是一个很吸引学生的多元组织 不仅有公益活动 还有商业投资和团购等事业 这样一来 朋友就可以收集更多的人脉资源 人在江湖飘 多个朋友多条路 这是朋友的固有思维 但男孩除了朋友艺人 几乎都是自己在单枪匹马奋斗 这让盗取了创意的他 成为了双胞胎的眼中钉 因为脸书很快风靡了学校 男孩再一次享受了成名的滋味 但当他泡到了妹子 并打算在前女友面前炫耀战绩时 前女友却不以为然 认为他的脑袋刮坏掉了 情场失忆的男孩被点燃了斗指 要把脸书的业务范围扩大 男孩和朋友一起去找广告商 虽然朋友的推荐很给力 把脸书的优势都说得头头是道 但男孩仍旧是那副目中无人的样子 这引起了广告商的不满 不出所料这场交易以失败告终 但脸书仍然以龙卷风一般的速度 在席卷网络 这个火爆的趋势 让双胞胎按耐不住了 本想保持绅士风度 不搞投诉的他们 也要跑到校长办公室打报告 说明他们的创意被男孩盗取了 然而校长以为这只是少年的私家恩怨 自己也不会管得那么宽 于是双胞胎又输掉一垒 与其当竞争对手 不如做合作伙伴 这是肖恩的创业里面 在和男孩合作之前 他就已经是一个知名创业者了 他预判了数字音乐会代替实体唱片的趋势 一手创立了音乐分享网站 虽然没有赚得盆满钵满 但他能够敏锐地感知到网络的趋势 所以在他看到脸书的时候 肖恩完全被吸引住了 因为脸书的扩张力和影响力在不断扩大 这是一个千载难从的好机会 肖恩打算好好把握他 于是计划来和男孩见面 男孩见肖恩能说会道 餐桌成了他的个人秀 实在是有两把刷子的 于是男孩和肖恩结为合作伙伴 肖恩还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要挣够十亿美元 这简直就是天文数字 让所有人都震惊了 但这让男孩对肖恩心服口服 就应该把目标放长远 他欣赏肖恩的做法 然而朋友却持不同的意见 他并不认为肖恩是个好的合作伙伴 从此以后 男孩和朋友的心渐渐疏远了 紧接着 朋友因为在凤凰俱乐部中参与了活动 无意间将炸鸡肉喂给鸡吃 因此被投诉虐待小动物 朋友感到百口难辨 但男孩并没有站在朋友那边 而是指责他这样做有事形象 会影响到脸书的名誉 至于朋友提出去纽约变现的决策 也被男孩一口否决了 他要遵从肖恩的建议 去加州硅谷再探路径 于是二人分道扬镳 就这样 男孩带着新来的实习生到了加州 只不过是短短三个月 就捅出了不少祸事 先是他们把烟囱给内化了 这巨大的声响引来了邻居敲门 没想到敲门的人正是肖恩 这两人可真有缘分 随后肖恩尽地主之意 请男孩享受一番夜生活 好好放松一下 在人群舞动下 肖恩又开始夸夸气谈 讲起如何将脸书做大做强 遇到他是男孩的好日子到 另外一边的双胞胎就不那么好运了 他们不仅没得到赛艇比赛的冠决 还在赛后的宴会上得知 脸书的影响力已经渗透到大半个地球了 一个摩内阁王子讲起自己的女儿 最近一直沉迷于社交网络 正是男孩创立的脸书 双胞胎感到了巨大的威胁 甚至不顾教养与体面 标起了脏话 双胞胎决定动用一切资源 到法庭上告男孩 这样才能获得本应该属于他们的利益 与此同时 男孩的朋友也跑过了几家广告商 纽约的确无法认可脸书的潜力 他只好也来到了加州 被淋成了落汤鸡的塔 没有得到男孩的好严款败 反而被男孩的言辞重伤 唯有靠肖恩才能让脸书走向国际 不然谁能找到投资他们的大楼 朋友感到自己受到了冷漠 打算抛下这个烂摊子 不再操心这波事 所以朋友来到了银行 把银行卡给冻结住 不再给男孩提供资金帮助 不过男孩有的是办法 他和肖恩找到了愿意投资他们的大楼 将直接出50万美金 男孩将这个好消息告诉了朋友 现在需要朋友来一趟签署合同 虽然朋友较为满意自己的股本数量 答应并签下了合同 但他并未得知让他心寒的真相 那就是他被股权稀释了 朋友就这样被男孩给背叛了 他还浑然不觉 来到了新开设的公司办公室 准备参加庆典 但当他读完律师给的文件后 意识到不对劲 开始勃然大怒 直接上手把男孩的电脑给砸了 男孩这么坑朋友的操作 实在不够厚道 然而男孩看起来云淡风轻的 肖恩在一旁添油加醋 表明朋友早就不算是创始人了 朋友遭到了背叛 朋友被气走后 男孩开始给肖恩射圈套 他让肖恩应该派对被逮捕 并应形象受损让肖恩回家 得罪了很多人的男孩 被接二连三地告上法庭 不过在法庭上 男孩依然还是那个情商为负数的家伙 他没有气度与胸怀 朋友被投诉虐待小动物的事 也是他一手酿造的 只因朋友曾加入了著名的凤凰俱乐部 男孩就拒绝承认嫉妒朋友 且大张旗鼓说明自己现在有的是钱 大不了包揽俱乐部 但是家财万贯的他 并没有真正的富足 他没有了朋友 眼里只有利益 凡此种种都令人讨厌 甚至连陪审团都不愿意支持他 上一个说他是混蛋的女孩 还是前女友 男孩麻木的心中 突然涌动起一个念头 他在脸书上搜索了前女友的名字 然后点击了添加好友的邀请 随后陷入了深深的沉思 这个亲手创立了社交网络的男孩 却在社交网络上 找不到一个能够交往的好友 众判亲离的男孩 是无可厚非的天才 但在创业的道路上 他究竟得到了什么 又失去了什么 只有他内心最清楚 这一切是否值得 男孩一遍遍地刷新页面 期待着前女友可以通过好友认证 但此刻的孤独却无比悲凉